現在先講商品基本資料 點選這一個 商品基本資料在這邊 先建立新增 假設是那個 打一個 就像剛剛這個 我先這個好了 760203 好 這個沒有條碼 沒有條碼的話到時候可以補 好那就打一個條碼的 打打簡單一點好了 橄欖油 橄欖油比較簡單 730801 好 那條碼是多少 調碼4712 4712 834 28 3257 好 那就看你這邊的類別 這邊的話是有品類 這邊改成有品類 油類 好這邊油類 然後這邊的話 因為它是 它是那個零售 這邊就可以關掉 嗯 這就是油類 油類就按存檔 然後下拉是油類的 嗯 好那是什麼 橄欖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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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公升 不知道 不知道那就先放個 好 商品規格可以打在那個商品名稱的後面 然後這邊的話是 灌 可以把它打成灌 是 然後存檔 然後取回 這邊是灌 好 這邊多少錢 經過不知道 那先暫時先打建議收獎 建議收獎多少 也不知道 好那就 700塊 假設它進貨價格是 嗯 那個是150塊 那這邊就打150塊 好 那這邊的話可以打包裝 箱 對 我先打這邊箱 叫它這邊打箱 這邊打箱 打4 那個存檔 然後這邊箱 幾箱啊 一箱六罐 六罐 六罐 出貨價格 出貨價格 這邊的話就變成它們是700塊 嗯 然後這邊 一百 變箱了 所以是 喔箱喔 五六 四十二 四千二 進貨價格啊 喔沒有沒有 九百 就是七百吧 那九百啦 九百 九百 五六三十九百 那這邊是 七 六千 四千二 四千二 這邊包裝條碼 包裝條碼是外包裝的條碼 這個假設是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這邊 這商品的貨號是 對應廠商的那個進貨號碼 對它可以對應的 好這時候 其他的是一個商品的售價 這是圖檔 好好的話就就按傳統後離開 這時候它就見完了一筆 好 好